香港初創公司Rospect使用人工智能及高空拍摄科技 令楼宇监测过程更安全快捷 公司期望进军美国市场 王英文报道 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 如何可以令大厦定期检测的过程更加顺利快捷和安全呢 除了拼用优质的员工和应用安全的机械 香港一间创科公司Rospect发现更加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和航拍技术协助监测过程 Rospect、维士博创办人叶书怀Tony Yip说 他们留意到香港有很多老旧的建筑物 而且特别是有历史的大厦 检测会更加耗费时间和金钱 所以他在2017年受启发去利用电脑视觉技术和人工智能协助业界减省成本和时间 有建及有很多的建筑物其实都进入一个ageing cycle里面 其实就开始变得老旧 其实他们需要做检测去决定所需要的维修改善方案 而传统的方法其实很免得失事 也都存在很多人手的介入 所以我们就希望用一些已经日渐成熟的电脑视觉技术 又或者人工智能技术去帮助到业界去减省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 虽然他们的技术可以令监测大厦的过程更加便利和便宜 但Tony表示最大的挑战是说服工程测量业内的同制接受这些新科技 始终他们一直已经沿用他们熟悉和可靠的测量技巧 因为我们所参与的行业其实是说工程测量业界 他们会比较传统、比较保守 或者他们会沿用开他们比较传统的检测方法 而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如何能够得到客户的信心 令到他们会转用新科技 Tony说依然有信心可以普及这个科技 更强调这种检测方法全面性的优势 介意综合经过风险投资公司Plug & Play的训练计划 Tony表示维士帕会学习勇于面对挫折迎接风险 我想我们维士帕的服务最大的优胜之处就是在于全面性 我们在建筑物的里里外外都能够做到专业的检测服务 Sea Conflict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科技行业是很risk taking的 他们很勇于接受一些失败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地方 就看看我们作为企业如何不停地转型 不停地迎合市场的现况 对于未来的发展 维士帕表示有兴趣在世界各地提供相关的测量服务 特别在美国 Tony说提供测量服务之前 必须要获取当地牌照 所以打入美国市场 他希望和北美公司合作 比如在美国的话 他有机会需要一些当地的牌照 才能够做到相关的检测服务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希望和不同的北美服务供应商 去做合作去partner 希望就令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能够外销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26台记者黄泳文报道